就是这个图 就是我们逐一的 你们有看到这个编号吧 那比如说 我们先从最简单这个图开始 第一个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呢 它有什么特性 你可以看到 底线这边多少 80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画一条线 是80的线 应该还知道 还记得怎么画线吧 上礼拜有用过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地方 有一个95 可是呢 这边的 这边的长度多少 不知道 问号 只知道这边是垂直的 90度 所以我们该可以 怎么做呢 基本上 K的就可以辅助我们 没有关系 你可以 在这边画一条 长一点的线 那长度不知道 可是一定要比它长 我们大概就是给 给大概80 超过 可是呢 我怎么知道说 这边到这边 刚好是95 那其实 小学的时候应该各位用过圆规吧 圆规 你就把圆规的中心点定在这里 然后画 你就把那个圆规拉开多少 95嘛 它不就是可以画一个圆 画到这里 那不就知道说 原来这边到这边有个焦点 95 那之后你就会有个焦点 上面这条线 多的你就把它杀掉 那这个三角形不就画出来了 那其实 这个圆规 可是在K的里面没有圆规 可是有圆 其实圆就是圆规 你就把它当圆规来看待 所以你要画图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图 就很容易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 开启这个K的 K的环境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K的环境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画 K的环境 那这个地方 我想你们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大小 你可以OK 开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边有个线 因为我刚刚讲过线 那线的话 它会第一个要 第一个是从左边到右边 所以请各位在 这一个线的左边点一下 拉一个水平线 那水平线记得 如果你是极坐标 一定会有个虚线 绿色的虚线出来 那你给它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给它方向 加上距离 距离多少呢 距离80 所以你就输入80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再按那个空白键 或者跳Escape键都可以 这样的话就画出 这条线就怎么样 就80 那你可以稍微挪一下 有没有发现 挪的话还记得吧 滚轮向前什么 放大 向后缩小 按住中间可以这样 挪移 对不对 所以你就稍微 这个滑鼠应该慢慢就要熟悉 放大缩小挪移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放到这边来 接下来的话 再画一条线 不知道长度 从哪边呢 从这个端点往上 拉多一点点没关系 到这个地方 一样记得因为要垂直 所以呢 你这个虚线一定要出现 那长度不用 直接在上面认一点点一下 按空白键 跳开 OK就有了对不对 第二条线 再来我需要从这边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圆 那有点像圆规嘛 所以 这个圆我用画圆 那圆的中心点在哪里呢 圆的中心点就在这里 对不对 中心点就是这个端点 拉过来之后的话 你给它方向就好了 那 这个圆的半径应该多少 就是95嘛 所以你就输入95 Enter 有没有发现 那 这还好 有画比较长一点 你会发现95 从这边到这边95 那就会跟这一条线 一定会有个什么 焦点 那从这个焦点 到这个端点 就是什么 再画一条线 焦点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 焦点一定是叉叉 锁点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吗 预设这个叉叉应该都会出现 物件锁点 一定要点下去状态 按右键看一下 焦点一定是有点下去的状态 否则 如果像这个地方 你焦点没有点下去状态的话 你油标移到这里来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叉叉 只有这个端点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物件锁点 没有把焦点点下去 它就不会出现焦点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预设应该是有 所以 而且你点不要乱点 看到有点了就把它点下去错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跟焦点不一样 不一样 你点这边划过来的尺寸 绝对都是错误的 所以你要看一下 叉叉的 点下去 然后一过来之后的话 再看到这边的端点 点下去 然后呢 结束的话 记得就按空白键 或者 那个 Escape键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 就把多余的东西 这个圆 就不要了 不要怎么办呢 选它一下 用 按Delete键 或者是删除键都可以 删除 好 那最后的话 这边还要 把什么 把这边凸出来 因为 它跟它交 可是这凸出来这条线不要 那不要的话 上个礼拜还记得吧 怎么删 删除 记得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修剪 对不对 修剪之后呢 点一下 马上按空白键 修剪空白键 接下来呢 直接在这边 怎么样 把它点掉 来 这个图的话 就完成了 我想各位的话 先试试看好了 把这个CAT开起来 然后呢 先试着把这个第一个 这个题目 把它画完 画面先还给各位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环境 有没有 你那个 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瞧 就是你 可能刚开始 它会太大 或者太小的话 有没有 可能你会像这样子 有些同学 这边不见了 因为它躲在里面 那请各位 因为它是一个视窗 你就直接 左上 到右下 稍微瞧一下 过来一点点 就先把它 再把它搬上去 先把它放在 大概左上的 这个位置 然后右下 右下的部分 再瞧一下 那也不要瞧太多 大概就这样子 大概就是 这样子大小 里面的CAT 就会刚刚好 等于是 它是在 视窗里面的 一个视窗 那你 以后就习惯之后 大概它就可以 这样那种练习 如果你觉得 实在是 这样子 感觉有点 就是 还是外面还有一个框框的话 你可以记一个按键 叫什么 全萤幕 就ALT 但是这个ALT 一定要是 右边的ALT ALT加Enter 这就全萤幕了 有没有 现在就全部萤幕了 全部萤幕你看起来 就会跟 好像你就是 在CAT里面 它就不会有视窗的问题 但是你要跳出来 怎么跳出来 还是一样 ALT加Enter 就回来了 有没有 ALT加Enter之后 它就跳回来 那你就可以 就是再去移动它 放大缩小 ALT加Enter 这样就全萤幕了 不过你要慢慢去习惯 这个缩放的方法 那个快速键 也务必要记一下 反正你多用几次 你就熟悉它 熟悉它以后 你画CAT就很顺利了 再来 底下这个什么 刚刚有同学问比较多 就因为你们 开起来的话 下面都是一个图示 一个 跟我的那个字不一样 那旧版都是字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字的话 你就把它使用图示 怎么样 叠下去 它就变成字了 我想上礼拜有讲过 你们就回去尽量 我觉得就是 你们就尽量多听几遍 增加那个记 就是记得以后 下一次应该就会比较顺利 那另外还有同学 有人问到说隔线的问题 比如说你画图的时候 奇怪老师 为什么我没有隔线 你没隔线呢 因为旧版也没有隔线 那你会不习惯 你就把隔线什么 点掉不就好了 这样就没有隔线 那如果你要隔线的话 你就把隔线再点掉就好了 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功能 你就暂时不要乱按 因为有同学不小心按到 这个也不要乱按 因为这是3D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上视角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在别的视角 那你也可以再去改了 不过暂时不要动它 我们现在是2D的状态 OK 然后这样的话 就等于把这个环境确定下来 那最后呢 我们看到 就是我如果要画出来 类似 可以像我们这个图一样 我们这个书上的这个图 它这边还有标一个什么95 这边有标一个什么80 这边标一个什么90 对不对 那这个叫标注 标注 就是说你要标长度 人家才知道说你这个图 它的基本长度是在哪里 那各位稍微记一下就标注 那因为我们标注点下去之后呢 会有几个 我们会用到 一个是线性 线性就是标那个上下左右的正方向 比如说向左向右就是水平啊垂直等等的 那我们就底下这条线 记得点线性从这个端点 把它到这个端点往下拉一下 然后80就出来了 那如果它不是这个水平或垂直的话 那你就标注里面就有个什么 对齐式 对齐式 如果说你要标这条线的话 记得是用对齐式 从这边对不对 标到这边 然后你只要拉一下 就会是95 有没有看到 八十九十 那这个是一个角度 角度的话呢 在标注里面会看到有什么 找应该找得到 角度对不对 这边角度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哪两个角度呢 这个到这个角度点一下 到这两条线 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90度出来了 那这样就标完了 OK 那这一题呢 就算完成了 就是我们的练习一 练习一 那练习一完了之后 等一下再来看练习二 总共会有78个图就对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啊 谢谢大家